Hello 大家好 又到達8月22日凌晨時分的桑普論證 希望大家支持桑普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看完影片 還有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贊助支持本人的 多謝各位 時代推著我們前行 我們都推著時代前行 這叫做什麼意思呢? 我們去到片尾的時候結終 我們先講什麼新聞 今天有一些新聞跟大家講 我想基本上講三樣東西 我不可能將節目拖得太長 希望大家明白 首先就是講習近平 習近平我們都已經講過了 出回來 沒有死 也沒有被奪權 依然老神在在 神情比較呆滯 還有你注意一下最近一些神態 他依然是有些是老態 皮膚或者各方面的地方 已經不復當年了 而且老態的情況 有家劇的情況 可能他之前有抱微讓客 即有一點點的病 出來的時候 一開始那些鏡頭用到 很軟鏡 記得嗎?軟鏡 然後之後呢 極度短的 極度短的 小的 一些近鏡的內容 華春瑩也都是 在央視 報軟鏡新聞之後呢 三個小時 才出片 就是講他一些 不是片 只是一張照片 他是當時有的神態 當習主堂和越共 新任總書 黨總書記 也是國家主席 蘇林見面的時候呢 各方面的情況 大家看到語速比較緩慢 比較沉穩 當然有鑑於這件事呢 大家看到呢 共產黨也都要為 是習近平鼓語呼的 那麼他亮相之後呢 今天大家有很多的一些熱議 譬如說呢 黨媒是不是掩飾我的秘密等等 今天黨媒進一步要闢謠 於是乎在星期二 20號呢 黨媒央視的處理手法 出現180度的轉變 星期二的晚上 中央電視台 新聞聯播 報道用了18分鐘 報道了習近平當日 出席了三個活動 連續做三個活動 很active 很fit 告訴大家 是fit的習近平 在第一場活動裡面呢 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 接見奧運中國全體代表團 站在施衛哪個 17歲的全紅線 跳水嘛 沒有水花嘛 站在那個地方 習近平故意倒下頭 跟他聊天 讚美他 怎麼讚他呀 怎麼讚你 也都是呢 覺得為你們驕傲的 書面顯示呢 習近平 很多人沒有說到的 酒粒 來摩淺笑 是不是認爲那些女人呢 千萬不要用閘豬頭 豬頭有酒粒呢 走得人害怕的 他又連合這個位置 有個 套進去的小小的位置 如果你慢慢留意一下他 似乎 是很新的情況出現了 裡面牽涉到什麼狀況呢 頗為內人尋尋尾 左臉是沒有的 右臉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一粒不是兩粒 那這些絕對不是可愛的 不是可愛的 是不倫不類的 這個美感 左膠也說 你不要取消別人的樣子 不好意思 真是不倫不類的 另外 這段九分鐘的頭條報道裡面 央視展輯了三段習近平的講話 畫面不單只是習近平的近鏡 而且他講話時語氣 不是沉穩緩慢 是什麼呢 一陽頓錯 高低壯 一陽頓錯 不時提高聲調 發言 雄運有力 這樣處理這個新聞的手法 還要配合音樂在旁邊 這個新聞聯報之中 只有在重要會議的時候 才出現 頗有雷霆萬鈞 三個星期之後 染染上升再度復出 揭破所有謠言的氣勢 這個就是雜豬頭 央視鏡頭又見到雜豬頭 緩步行走 不單只和習近平第一排的團員逐一握手 還逐一和傳紅蟬等多名團員有較長的語言互動 而且笑容滿臉 笑臉迎人 笑臉迎人 而不是往常流水善息的握手即過的 央視針對他和團員的互動 有近距離 而且秒數比較長的特寫鏡頭 而習近平向代表團發表講話的時候 央視播出他三段現場聲音 次數和秒數都明顯比以往更加類似的場合更多 而且大多是近距離的特寫 換言之 Let's do something 要播出這件事 而且那位太監 七常委 不是其他常委 黃沪寧那些 面目目 這些是懂得做的 你又開心 他又開心 你親托不到習近平的開心 你要做綠葉親繁花 綠葉不要太搶眼 比較紅花能夠光照大地 面目目形容枯稿藏有愧識的 就是黃沪寧 故意的 It is a show 他是個actor 於是他坐在那裡 一定要面目目 隔離習近平 隔幾個身位之後的習近平 神采飛揚 這樣才能夠襯落到 聖上的軍威 這些是懂得做的 除了會見 這個奧運代表團之外 習近平還見到非製總理拉布卡 以及出席全國人大家入國國議會聯盟40周年紀念活動 其第六次發展中國家議員研討班 兩段新聞都是出現習近平的近鏡鏡頭的 有網民形容習近平這麼密集的行程 於是刻意發放習近平精神不錯的畫面 顯示中共十分在意外界對習近平健康的猜測 換言之第一 共產黨是很介意大家怎麼說習近平的 全黨服從中央 中央服從習近平 習近平的威信失墮 何以領導全黨全國全人民 各族50英個民族的人民呢 於是一定要讓他有軍威 我寫了講過馮鶴的歷史書 或者你講其他的所有歷史書的廣告 所有獨裁政權的領袖未必很英俊 未必很有魅力 未必口才很好 未必整個演藝明星的一款 亦都不需要每次都要擺出兇神惡殺的樣子 亦都不是每次都慈眉善目的 重點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他們所有獨裁者都有一個共通點的 就是所謂的領袖崇拜 領袖崇拜是一個基本的 做得好一點的那些呢 維持得比較好 做得差一點的那些呢 紛紛就會失墮 譬如你看到壽西斯古 這個羅馬尼亞的 人家口和心不和 口蜜福劍 高級紅低級客 結果什麼呢 低級紅高級客 結果什麼呢 就是上台說幾個神 完全沒有人推翻你 習近平當然不會頓到這個位子 他都希望做這個偶像崇拜 只不過他做得好差 大家就是口和心不和 低級紅高級客 結果什麼呢 就是他很害怕 大家就是有一天他變成首西斯古 他唯一可以做到的什麼呢 就是不斷這樣有一種所謂的 強人形象以示人 任何一個文 任何一篇文字 任何一篇影片 去傷害到習近平的 強人形象 共產黨是很生氣的 就是譬如說我經常都做標題 或者講這些東西 經常都習豬頭前習豬頭後 你們各個留言 又講豬頭前豬頭後 什麼小學雞前小學雞後 說真的 共產黨很討厭這些東西 就是越爭的東西 就是越到位 越傷到共產黨的重心 你每天都說 習近平總書記 習近平國家主席 這些叫淡淡無水無味道 所以習豬頭始終是習豬頭 所以有幾件事要take away 第一 共產黨很介意 所以才要搞這樣的澄清 接見人 你怎樣拿角度 拍什麼片 播什麼片 是個重點 第二件事 習近平是現在尚清健康 老人有很多病 不知道他什麼病 但一定精神情況 大不如前 而未死 他也沒有被人奪權 他也沒有權威 被人削弱的問題 沒有 是 沒錯 有很多的文章含習良好高 但張又俠寫的文章 捧他 都知道 究竟對於習近平在什麼情況 這個是我們要搞清楚的 第三件事 習近平呢 他不是有一個酒粒的 就是一個尼窩淺少 淫少有尼窩的一種情況 究竟什麼原因呢 是不是有腫瘤呢 或者港媒有腫瘤 是不是有異常情況出現 才導致這樣的情況呢 大家可以破除我的一種情況 你將那些片 調出來看看 你覺得習近平真的有類似的情況 我看過他的影片 我看過他的相片 似乎這件事都是比較 Consistently 有這樣的特殊的地方 我也願意請教高明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OK 這個情況我都希望大家有個解答 未知我沒有答案 但是肯定 這件事大家都放在心裡 那我就說回香港了 香港呢 大家知道這個 最近的奧運那些什麼 李賓府 李家超 現成那些 那些奧運的那些運動員 暴力黨吳奈長也好呢 我們都歡迎你的 香港的驕傲 榮光那些 不要說榮光 驕傲 要說一下 不說自豪 叫做驕傲 叫做驕傲 就是令我們很驕傲 那麼驕傲之後呢 你會看到很多的運動員 也坐開逢巴士 那開逢巴士 有說霍震環 就是霍震環 就是在前面 他用一個梳出來梳頭 好像文西一樣 你的頭髮已經白了 知道你不是假髮了 他會梳頭 後面坐著江文慧 江文慧在那裡笑 笑什麼呢 笑未來老爺呢 還是覺得別人梳頭好笑呢 有什麼好笑呢 還是你笑給全世界看 你覺得你的笑容 所謂好好看 要笑給觀眾看 你笑什麼呢 就是我就說 有些人呢 哭與笑 都是一種satastic 一種表演來的 就是他哭 是一種工具 是一種武器 去weaponize 他的tears 去做某些事情 OK 他的笑 也去weaponize 他的smile suhir 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些smiles 去做一些事情呢 你看回江文慧就很清楚 所以我就說 這些show很難看 我知道很多人都叫 我看到雜誌社報道 他現在好像有改過 他開始時報道 就說到 大家都是高叫 就是為很多建議打氣的 剛剛按叫 張家朗不在香港 所以張家朗不是在車上 但是看到何思培 何思培 我們支持你 但偏偏這麼多人呢 是比較少說江文慧的 OK 就是我看到後來他改了那個文字呢 看到江文慧呢 也都是有人賺的 但問題就是說呢 大家知道 人同刺心 心同刺利 活在香港的人 大家都知道 有一半 大家知道心裡面都 心水清的 OK 剩下那一半呢 藍絲啊 紅底那些 那當然江文慧前 江文慧後 所以這種情況 我們會很明白 但是人口的洗底 越來越重要的了 是不是 就是你看到 就是過去十二個月以來 移出香港的三萬人 移入香港的四萬四個人 就是net了之後呢 就是移入香港的總數 還多過呢 移出香港的數 就是那個delta 那個difference呢 是一萬四千人左右 那怎麼來呢 高財通也好 那些什麼專財也好 又什麼優才也好 什麼投資移民也好 一大賺下來 再加上那些 每日最高150個的單程證行額 它未必用足的 用足幾十個就可以了 每日不斷下來 你看那個數字多少 那麼你看香港的人口洗版 情況越來越嚴重了 會不會過到一段時間 去2044幾年 分分鐘每四個香港人 會有一個新香港人 那最近有一段片呢 就是這個 youtube 上 facebook 上播 就是一個新香港人 搭車的時候呢 在那裡罵司機 又說他吃過煙 又說他呢 駕駛車駛得太慢 我要趕時間 他司機說 即是後面的成員就說 黃宇啊 那你怎麼可以駕駛快啊 那你說真的 你這麼趕的 你就找的士搭了 找不到的士 就投訴那些 那些的士牌了 是不是 那你找那個司機 出氣做什麼呢 所以我就說 你新香港人 很有趣 即是說到尾都是巨嬰心態 他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到一個 文明的成年人是要怎麼做的 那另外今天比較重要一點的香港新聞呢 也莫過於這個 《怨榮光歸香港》 歌曲《怨榮光歸香港》的創作團隊 DGX Music 在星期二 20號呢 在他的Instagram的帳號 限時動態寫到 英美加拿大 英美加三個國家 各發行公司已經跪都跪低 《怨榮光》 恐怕短期內 會從各村流平台內 完全消失的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夠download的就download了 還有呢 能夠看的就很好看了 那當然啦 萬山不許一溪斌 堂堂溪水出前村 你按一播白 今天沒有這首歌在的地方 再轉換一個version 不就又播過了 所以這種此地被伏的博弈呢 我想會長期存在的 所以希望大家香港人要注意 就是說 不要退 不斷堅持 不斷努力 是 我們要花更多的努力成本 和時間 風險 但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我也很感謝DGX創作團隊 能夠將這段話說出來 我都很相信他會有聰明的方法 去繼續這首歌的播報的 那麼截至到昨天下午 21日星期三下午為止 香港 台灣 英國 加拿大的Apple Music和Spotify 都搜尋不到DGX Music發佈的原版 願榮榮光歸香港 台灣 英國 加拿大只有台灣董事長樂團的番唱品 和Postige Remix的版本仍然能夠播放 香港就連董事長樂團的版本都已經下架 而台灣的音樂平台KKBOX就只有董事長樂團的願榮光 Google 其他YouTube 在各地仍然有DGX Music 願榮光歸香港的多個版本 所以要感謝Google和YouTube 這個是擺眼前的事實 那希望他頂住啊 不要退啊 密切監督 香港法庭今年5月就對願榮光歸香港 頒布臨時禁制令 YouTube一度限制香港地區的用戶 瀏覽32條的願榮光的影片 各大串流平台也陸續封鎖 其後DGX Music 就將願榮光2023EDITION 專輯在各大平台再次上架 當時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接受港台專訪的時候 否認是流招的 強調 廣播或者表演一首歌 但有煽動目的誤導他人以為是香港的國歌 或經過改編 但實際上讓人知道是相關歌曲 也會違反禁令 就算改一個字 一隻字 一個歌詞 一粒音 都無法避免的 即是說真的 你不要改 那要播多少呢 何耳 那立即要播的話 用草宜直接拘捕他 何耳 你辨尿我的十六號哀恩 是吧 所以呢 沒有譚 6月初DGX Music在社交媒体发问 表示新上架的怨荣光光香港Acapella的版本 这架保存版被美国发行商Distrockett 无故删除查询也没有回应 苏格兰的Emil Benz明言是因为香港法庭禁令 而将歌曲下架 DGX Music表示连专事件显示出香港和中国政府政策试图 使外国实体臣服于屈服于迫使他删除令他不悦的内容 令人极度担忧的是 在这次事件中香港法庭禁制令并没有域外效力 一些西方媒体机构在无必要的情况之下 遵从了香港政府的政治禁制令 导致了基本人权被侵犯 这个对于西方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艺术表达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并出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类似的事件可能接种而至 并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香港政府是封杀愿明光关香港为头等大使的 李家超曾经在社交媒体罢 袁明光在2019年开始经常被用作煽动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港独活动 又被表述为香港国歌对义勇军进行曲造成侮辱 那你播你的那个义勇军辞乃 我播我的河尔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怎么变成侮辱呢 我就很不明白 义勇军进行曲都不是李国 不是说的不是你的啦 是讲抗日的啦 而共产党是抗过日吗 是吧 平营关战役 白团战役 呸 法庭禁令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歌的专业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冬仔 在2027年7月上任一周年时 形容 与Google就愿荣光归香港的纷争 是他任出任局长以来最大的挑战 但Google提出港府必须要出示法庭首领 才会移除相关歌曲 所以我都觉得Google是艺艺艺库的 说到没有呢 任何这些势力是没有域外执法的义务 也都不会接受香港政府的长臂管轄 此其一 第二件事 如果这地方要被香港政府要求 禁制香港这个地区 不可以收到这首歌 因为这个禁制令是没有域外的效力 你只是说你要做的话 不应该自己去禁制 现在Google在做自己禁制的方式 即是他在香港这个公司里面 这个游泳池或者运动场里面的所有东西 他可以禁制 这个就是自我审查 你应该跟政府说 你要禁制 你就在网络长城 你自己搞 我做生意的 我没有任何义务 帮你付出努力成本时间费用 风险 还有被人退马的道德风险 跟你做这些东西 拜托你自己 在你自己香港的网络长城 你不起 你不用自我自我审查 你收皮了 应该这么跟他们说 你要出手自己的阉割 香港人的你自己的阉 我不会做你的 契弟白手套 现在香港政府 就当Google YouTube 就是白手套 这个就是我对这件事的基本的评价 一直没有变道 当然在这么连串的事件之余 我们都要明白 最近 罗冠聪也都来到台湾 很荣幸 能够一起办活动 我们看回 未来会有起码五场活动 起码有三场在台北 有两场在南部 一场在台南 也在高雄 为了安全起见 我都未将所有消息放上网上 但已经公布了两场 可以跟大家说 一就是八月二十五号的早上 这个已经报名了 大家不用报名了 因为早已经 撲了票了 我想都有八个人参加了 在台大的台湾大学里面的一个地方 就是罗冠聪 会和我主持 罗冠聪 和曹兴成 汪浩 和莱怡中 去对谈 希望大家也都参与其中 我知道有部分 如果是香港的朋友 不要紧的 我知道 这个 小军台湾plus 大家留意我在台湾 有做一些政论节目 小军台湾plus 这个节目 他听说 他会做现场直播的 那我就看看他会不会做 那我们希望 在这件事里面 不是希望我们已经做了 应该要有的预防措施 OK 无论是安检 无论是里面的保安 无论是里面预防突发事件的情况 都已经有专人去帮忙 也都提醒大家 场内不要拍摄 也都不要录影 OK 也希望大家尊重这一点 除了特许的媒体除外 那我们都叮嘱所有媒体 不要拍到有关的人 如果有人需要是 往返中港澳的话 中国香港澳门的话 请自己保护自己 但是很应该要有的面罩 或者其他帽子 或者其他的物品 使人家认不到你的样子 OK 欢迎你们来 也都大家知道报名成功了 那另外一场 现在还有少少的空位 就是831了 8月30日 在准导教会 济南教会那里 我们会有另一场的对谈 这次的对谈 就是罗冠聪 和立创作 就是Freddy 就是前立委 当年2014年的时候 Freddy 就是在创作 这个雨伞运动 那罗冠聪 周永康 梁丽国 等等人 岑奥辉 等等的人 那他们都是 在现场那里 就是帮忙 那当然商学 都记得了 学联 那大家知道 大学生 那中学生当时是什么 王之锋为首的 就是学云史潮 OK 那大家知道这两个 学生团体 就相当活躍 那再加上 占中三子 当然民主的 党派的成员的人 那还有很多 很多参与的其中 那当中有很多的事实 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大家都很清楚 那之后怎样有 荣武派 和和李飞的分歧 金钟和旺角的不同 等等 那铜锣湾的集结 又有相当大的特色 十年 往事并不如烟 我们不是只是 记得五年前的 反送中的运动 还记得十年前 我们在香港 一起奋斗过 那这一点是重要的 那为何这次罗冠宗会来呢 退书嘛 对不对 这本书 是说什么呢 是他离开了香港 之后 他的各种的祭遇 点滴在心头 也都说回 尤其是文末 有一篇文章 我很值得推荐大家看的 那这篇文章就是说他和 爸爸妈妈的关系 家与心房 那我希望大家都好好看 那我 许多荣幸 写一篇《罪言》的 那我有机会再读给大家听 没有机会的话自己去看 就是写一篇《罪言》 是为罗文聪这本身书写的 我知道 就是 就是 时代 不断推着他来前进 在这段过程中 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 就是 每个人都会有他 软弱的时候 也都有他 认难意想的时候 那么 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些给支持 给任何一些心清气症 继续奋斗的人 当然我也听过 有很多对他的批评 或者对他的一些责难 各方面的事情 但我相信有一个基本原则 任何批评 我也乐意听 不同的意见 如果真的有 类似批评所说的状况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用证据 如果没有证据 也都用常理 去说服大家 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情况 另一件事 我会觉得 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说 共产党是钉紧着他的 就是共产党 就是找一些icons 那么多个通緝的人 是不是 就是 钉紧着他的 多少个通緝犯 很多个 put bounty on your head 全部圆红 十一百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到哪个地方 很多人都是避之质吉的 一般的人 就是除非我们拋了个身出来的 否则很多人都避之质吉的 拍到个照片 哇不得了 是不是 回到后又被盘紧 这些盘紧路 所以我就说 来这个活动的人 要自己保护自己 我们也都不知道 有自力救济的团队 也都会安排 有力量的人 在这个地方 夹实 所以共产党的人 如果想潜入这个地方 我肯定有共谍想潜入来 我们都要搞清楚 我们会坚持一点 你没有先报名 你没有留下所有的联络方式 基本上我们不接受你现场walk in 所有活动都如是 因为我们要保障 所有参加者的安全 OK 也希望大家 能够好这样去看这本 《时代推着我们前行的书》 也和大家共同分享 这一点我希望真的做得到 和大家一起做事 我记得李伯有首叫做 《行路难》 里面有句书话就是这样写的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瓜还份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瓜云烦 济沧海 这个就是 我们都是 希望大家 终一日 我们会拨运坚运 就是我经常说的口头线 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到 光明始终会到来的 我们一定要有信念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